第一个比喻 迷失的羊 好,牧羊人有一百只羊 其中有一只羊不见了 牧羊人丢下九十九只羊 去找迷失的那一只 找到的时候,他很开心 牧羊人将羊带回家 请他所有的朋友和邻居 都来家和他一起开心 因为他找回那只迷失了的羊 耶稣基督告诉法利塞人士 这个比喻的意思 他说,这些罪人 就好像迷失的羊一样 就好像牧羊人想救迷失的羊一样 耶稣也想救那些罪人 耶稣说,这个就是 他要跟罪人聊天的原因 就好像牧羊人找到迷失的羊 非常开心一样 如果我们悔改 耶稣也会很开心 但是,我可以看你 我们下次见 祝福人 的執拗 祝福人 周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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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